这些日子 朕把永基带在身边 细心地教养 但朕发现 他的天分确实不足 臣妾的儿子 皇上 天姿不同 或许永基比不上旁人 如若他好 当然是爱心觉罗的子孙 若他不好 总不能把他 只归于乌兰那拉市吧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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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来 永基 活按吗 乖 喝药啊 喝几口药啊 汤 来 再喝一口 再喝一口 好了 躺下吧 拜登 永基肯定是朕的孩子 又是嫡子 朕怎么会不重视呢 今夜永基被挟持 朕怎么会不心疼 可当着人面 永基表现得软弱无能 叫朕的颜面何在 叫朕心中的期望 如何托付 永继不过九岁 还是懵懂质子 在皇上的心里 是孩子的平安康健要紧 还是君臣的颜面要紧 臣妾有些时候真的不明白 皇上心里到底在乎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朕在乎什么吗 朕在乎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 更是皇子 更是大清的继承者 有能力者非嫡出 嫡出者能力不及 叫朕如何不担心 朕是皇帝 朕当然要以皇帝的身份 来考虑所有一切 设计江山 千秋万代 朕怎能不考虑周全 皇阿玛 都是儿臣的错 都是儿臣不好 儿臣知错 您别和皇阿娘争斥 您是皇上 但您还是仁妇 且恶意行凶的是刺客 防守失职的侍卫 永基是最无辜的 为什么反而现在是永基 在受您的质疑和斥责 不是应该先安慰他吗 即使是皇子所受的期望不同 您也不该在他面前说这些话 那您不也是当着孩子的面 表达对朕的不满吗 您对朕为仁妇不满意 是不是对朕为仁妇也不满 告诉朕 在您的心里 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人妇 又或者是谁更合适 臣妾从头到尾心里持有皇上 皇上可以有别的阿哥 和永基相比 可是臣妾却没有别的男子 可以和皇上相比 臣妾视皇上为夫君 可是皇上并未全然视臣妾为妻子 你是皇后 朕立你为皇后 是要做天下女子的表率 做所有后宫的表率 臣妾视皇后 可是在皇上心里 皇后只不过是后宫的一个官衔 跟前朝的文臣武将有什么区别 好 你明白这个道理 那朕再教你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顺服 休息 帮 кв 求求 老娘 不怕 到娘 好 皇帝陛下 臣告退 跟敦的话你都听见了 是 儿臣才吩咐人去调查 跟敦就自己来见皇上 说这清兵已被别的部落收买 克尔卿部是冤枉的 果然是克尔卿的债丧跟敦 颇有心计 知道要撇尽自己的干系 保住女儿 还引开祸水 玉娘娘才来木兰围场不久 这刺客就行刺 若非玉娘娘传话 刺客怎会知道 皇阿娘与十二弟会经过那里 这个贱妇 朕就不该解了她的建筑 不过 跟敦这般辩白请罪 皇阿玛倒不好直接责怪玉娘娘了 毕竟克尔卿王公贵族都在 和亲姐姐与俄妇也在 总不能太伤克尔卿的颜面 永齐 你的确是成熟了 外事大不过前朝国事 后宫的事大可悄悄处置 儿臣只是想 既然刺客已死 就算知道是她跟敦的清兵 也不能证明她是玉娘娘所指使的 这跟敦此举不过是冒险 除了永基 就能断了皇后的指望和依靠 这是其一 能借此扰乱后宫 争宠上位 这是其二 若是不能 他们玉妃妇女 也能保得周全 全部都赖给刺客就是了 那皇阿玛打算如何处置玉娘娘 这种惹是生非的人 留在这儿也是讨厌 玉妇 奴婢在 玉妃病了 你带她回宫去 是 皇阿玛 明年新岁 蒙古王宫是要一起入京 觐见皇阿玛 想必 债丧跟敦也会来 玉妇 玉妃言行不当 回宫后罚她打嘴四十 禁足宫中 抄警四过 等到年后 她平安见过 克尔卿王宫之后 朕在好好处置她 是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皇上 皇上救我 皇上 放开我 我不操心 皇上不会这样对我的 皇上 皇 皇上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本宫到底做错了什么 刺客的事您自己知道 我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本宫真的不知道 等皇上回宫愿意见您了 您自己再分辨吧 启程 不要啊 皇上 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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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玉妃被送回宫掌了嘴后 就一直留在永和宫抄京 只是刺杀皇子 何等大罪 如此惩处也是轻罚 刺客当场资金 皇上 终于也没有做实的证据 再说 皇上也得顾紧蒙古王宫吧 是啊 永齐说 皇上决定 明年新岁 蒙古王宫 进京进建之后 再好好地惩处玉妃 永齐受了这般委屈 我实在是心疼 他回宫之后 话还是不多嘛 毕竟 永继受了行刺之时的惊吓 又见到姐姐跟皇上生分 难免闷闷不乐 不过姐姐您放心 我一定会带永继常常来看你 也会信心照顾 她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幸亏永继要在你宫里 要不然她受到如此惊吓 还要看着父母不和 更是可怜 姐姐 自从回宫之后 皇上都没有来义昆宫看过你 你还要继续跟皇上僵持下去吗 地后不和 受伤的永远是姐姐 还有永继 你说的我如何不知 只是如今的皇上 已经不是当初我认识的那个人 即便见了面 又能如何呢 十二啊 哥 这天啊 是渐渐转凉了 明天出宫的时候 记得多添点衣裳 我不冷 对了 这两天先生都教了什么呀 论语 论语 微臣请令妃娘娘安 你许可不认识 令妃娘娘的侦 十二阿哥近来如何呀 回娘娘的话 十二阿哥近来很好 微臣正要送十二阿哥回宫呢 您若无事 微臣先行告退 等等 劝你一句 趁早离皇后远远的 她是个不祥之人 她客夫客子 会客死身边所有人的 令妃娘娘 微臣请令妃娘娘慎言 断不可对皇后娘娘如此冒犯 你敢教训我 微臣并无自已 告辞 朱儿 别气了 为了她 不知道 是不知道 她与我之间 再无情分 既然她这么喜欢 在皇后跟前操我这 春珍 把金钟找来 我有话回来 是 积儿偕老 老死我缘 其则有暗 其则有瞒 总角之焰 言笑奄言 兴实淡淡 不思其凡 凡事不思 亦以焉灾 娘娘 您在读什么呢 《诗经》中的一则故事 原来年少情深 也可以走到相看两眼 古今之情原始相同 梁博之人如何偕老 彼此两宴 彼此两宴也能白头到老 很多人不都这样吗 若是这样的白头偕老 药它有何用呢 吕娘娘 我回来了 十二阿哥饿了吧 里面有刚熬好的红枣汤 进去喝一些吧 你们两个 带她进去 你们两个 带她进去 是 来 十二阿哥 十二阿哥已送到 微臣先行告退 林大人 微臣在 来 林大人近日 可有见过皇后娘娘 林大人 你离皇后娘娘越远 她越平安 多谢于妃娘娘提醒 微臣 知道了 你 不见也好 彼此相安 不见也好 彼此相安 彼此相安 你离皇后娘娘越远 她越平安 都这么晚了 你坐这儿发什么呆啊 你坐这儿发什么呆啊 我跟你说正事儿 你救了皇后娘娘 跟十二阿哥 你救了皇后娘娘跟十二阿哥 皇上赏了个皇马挂式荣耀 可就真的没别的了吗 可就真的没别的了吗 再不济你也该开口药啊 为了自己有什么这么开口的 我怎么一说话你就走啊 去哪儿啊 林云彻 你就算不喜欢我 也别想削了我 我们可是皇上赐的婚